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六的新闻联播节目 大师 常公子 有没有特别的东西要澄清呢? 没什么特别 那我们进入正题了 昨天我们谈了正举国座的配证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手头就得到一些照片 但问题是有一个香港珠布很出名的蓝梅 就是说了法政风是否有培证 对 中学校长就是何力高 问他们究竟 这关于去年的事 在门口派黑暴文章文宣的单章 对 很多学生在门口派黑暴文章 还有吹卖管言乐 这些乐器是否在学校提供 类似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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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 就是在门口派黑暴文章 那是否需要去交代呢? 我说这件事是没有老师在隔壁监管 即是没有老师去处理这件事 去搞这件事 即是导师监制任由学生在门口派黑暴 支持黑暴 然后就批评了很多次的家长 去投诉 家长投诉陪证的通识科老师 有散播仇警的言论 去教会的时候有散播仇警 而校长何力高 是否何力高 现在查看 完全没有何力高 完全没有不回应 可以吗? 我说这几件事 首先会有很多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 他支持抗争和黑暴和唱荣光 是不同的事情 这些是政治立场 是一个支持抗争和唱荣光 但他们应该支持黑暴 即是支持暴力抗争 所以这些事是有分别的 即是至少默许或所有事 是暴力抗争的时代 即是是不同的层次 我们要分析一个层次的问题 即是在当时的形势 如果是唱荣光 还可以说过去 不是 如果你是从港独立场 政治立场 你当然是说不过去 但问题是 如果你赞成黑暴 就是第二个 其实黑暴是一个刑事罪行 你赞成黑暴 即是赞成革命用武力形式推翻政府 这个是超越了言论之后的方法 当然如果是革命成功之后 就两回事 没错 但问题是 但是你也知道 用暴力抗争和言论抗争 是两个level的事情 是的 我不能够说哪个对哪个错 因为理论上 如果你是从国安法 或者国家入场 两个都是错的 但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用暴力抗争 至少没有武力抗争 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范围 但是你也知道 我从来都是从实际角度去看 我只是说 是两个不同level的事情 通常一般如果我们是 即是说我这样说 你要武力抗争 你还没有的 警察打你什么黑警 当然 现在就是说 我用武力抗争 可以和警察打我 就不行了 武力抗争 应该是被警察打的 应该被警察打的 但你们现在就会反过来说 但不要紧 我们只是把level提出来 可以吗 而呢 我们昨天说的问题 就是说校内欺凌的问题 是昨天前提及的 校内欺凌的问题 校内欺凌 又是被武力抗争 暴力 即是禍必及妻疑 那些 又是比那些更加过分的 更加过分的事情 是 明白吗 即是说是不同level 但他这个是未到这个level 明白吗 即是他有 我讲的 不禍必及妻疑 老师去欺骗警察的子女 和老师带头去默许 同学去欺骗警察的子女 老师带头去欺骗警察的子女 我告诉你分别在哪里 分别就是 如果你同学去欺骗警察的父母的同学 理论上是和老师和社工投诉的 但如果你老师和社工默许了这件事 那学生就不能投诉 明白吗 所以这件事和同学和社工去欺骗那些东西 即是同学去欺骗那些东西 老师如果散布那些言论的话 你是责无庞态 即是说你连同学欺骗那些东西 你都要背上去 明白吗 这个问题 即是说 当然校内欺骗是永远都有的 但当你老师自己提出那件事的时候 校长提出那件事的时候 你校内欺骗呢 你就变成了责任在老师校长社工身上 明白吗 即是说那件事就是这样 所以这件事我就特别提出来先 不要将这件事和完全和校内欺骗 他派黑暴 即是支持黑暴 支持和校内欺骗是两件事 因为我说了两件事 即是说打劫和强奸是两件不同的事 你可以两个欺骗 但他们两个欺骗也欺骗是强奸 但是是两件事 但我们将整件事拆解得很清楚 而再谈校内管理的问题 他不问不问 我只能说校长是应该要差鱿鱼 那差鱿鱼就是问他 你不应该投诉你不理他 你只是证明你自己是黑暴 你投诉你又说不是 我们不知道 甚至一问三不知 甚至我们的学校 从来都对学生的言论自由 或是老师有他的言论自由 或是我们从来都不理这件事 或是我们自己支持 我们对这件事没错 但一问三不知 你只是对家长没有交代 你自己是一个学历高 就是一个混蛋 这是毫无疑问 培政本来是一个唯一的中学 所以这些完全是一个失职的校长 你不敢去面对这件事 你现在就这样 如果你觉得你是这样 我已经说过黄尸 也可以有一个光明正大黄尸 你可以辞职以明知 或者之类 或者我是坚决 拿出来抵抗 拿出来反抗 就是这样 现在很多黄尸 没有走出来去明知 你知道他的明知 是新明的志向 我辞职明知 你这个慢乐的政府 你这个可恰的政府 欺压我们 我是要出来跟你讲学 我摆出来就是这样 现在你暗春 暗春的意思就是 你证明支持是错 你暗春的意思就是 证明你是因为欺负 政府无能力才出来 即是你自己本身就是狗空 你本身自己就是一个 怕死的混蛋 所以你才这样走出来 如果不是我摆明就是这样 当然 如果你真的要我这样说的话 你说你周显 为什么当时你不出来 我周显是个怕死的混蛋 为什么当时你不出来说 现在你自分上不出来说 我周显是怕死的混蛋 当然当年的时候 我说的时候 我也是有说到一些 蓝丝的大家 在当时有出来发言 但是我不会做到 像你们 不会做到 这些学力高的混蛋 我不会做到 像这些混蛋 但是我自己躲在这里 突然间暗闭 嗯 明白 好 去回香港的疫情 四中而已 没有什么好提 今天就有源头分明 但是开记者会才知道 对了 袁国勇在校内内科医学院的刊物中的赞文 就说大家不要这么自满 现在抗疫未成功 因为新的疫情都未杀到 不知道冬天会怎样 另一件事 他就说 如果大家可以戴口罩去酒吧 用这个饮馆去喝酒的话 开通宵也不介意 这是一个很创新的说法 喝酒用饮馆去喝 因为大家都觉得 那件事实际上太不够了 所以大家都想一些 the other way out 的办法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这样做 会死的 所以他们都觉得 可能被人插得太多 屁股也不太舒服 所以唯有说回一些 人话 我只是对这件事 我都不反对 我只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要出一些 开孔的口罩 否则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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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是 如果没有一个开孔的口罩 拉下 你手会遮掩 明白吗 你那个口罩本身的设计 如果你是不是可以用飞灯音的 拉高 到最后 你是一样大事 可能他的意思是 将你一根塞在你 你也没办法 你一样大事 我想完过的意思是 谈谈的时候 防止飞沫交流 是 但你拉高拉低 我都叫他来 不错 手会遮掩口罩 明白吗 我没有名字 但你做不到 那就是要开孔的口罩 但若然是你开孔的口罩 你会噴一些 不是开孔的口罩 明白吗 那就是要拉 不是啊 你拉的时候 可以立刻 那一个比较方便的 你去拉一拉 你就会碰到 那些地方不同 这样弄下去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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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这样的问题 香港的创先河 因为现在世界上 还没有针对酒吧 喝酒的口罩 或者吃东西喝东西 我吃东西喝东西 至少我在那一刻 那一段时间 我的飞沫 虽然是什么 但问题就是 你吃东西那一刻 你都脱了 那一件事你会方便一点 就是那一件事 你会方便一点 可能有效 减低百分之五十 你也好 算了吧 刚才回来之前 去茶餐厅吃东西 然后有个电视机跑 一开跑的人 就围叫电视机 在厨房那里出来 算了吧 不算 你不是这样 你叫我这样说 好吗 是 现在这件事 你拉开了所有东西 当然是危险 你仍然不能去 去一个大众的思维 要有科学的思维 你当然不去 这个世界上 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黄尖出版本《不文杂》 是 他有一条秘方 写了很多药 就是可以医到任何性病 可以不生孩子 可以避孕 可以避孕 他说 那条秘方 写了一堆东西 然后 但是要摘起来看 你这样摘起来看 OK 摘起来看 你会看到一个字 就是东方 明白吗 你现在说的方法 我当然知道 那件事是不能防止的 现在是统计学的减少可能性 你现在这样做 算了吧 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是我做了事情 我假设是这样做 是将那件事 你叫做一个统计学问题 是统计学减低很大 我减低70%的可能性 或者减低80%的可能性 如果你做一件事 那件事需要100%的安全 那你就没有可能 但是我减低80% 那件事已经是有效 就是戴口罩不是很有效 这样令你不会患病 戴口罩只是一个可能性 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减低 所以你不要说那些所有的东西 你不可以用一些 那些雷闻的东西去说 你做专业 做一个有智力的人去想的东西 那件事就是做这件事 现在我规定这件事 只要我能够执行 或者有限度执行 你多少都可以减低一个可能性 而你减低的可能性 你已经是有效防疫的 你每一个关口 你不需要每一个关口 都阻止所有的可能性 一个关口阻止所有的可能性 我用六七个关口 而且每个关口阻止70-80%的可能性 我已经阻止了99.9%的可能性 你明白那份问题是哪份问题 可以吗 那就认真说清楚 我们这几天看到 都会把警察放在那里 搞那些为例泊车 那些官堂的道路通畅了 就是执政来做 那其实说真的 在一个区里面 哪些地方可以大无私让 除下口罩 吃东西 吃烟 心知肚明 全部都 大家清楚 在一个区里 难道警察不知道哪里 是 如果真的为防疫着想 就执法得多些 是 很简单 例如你在这些地方 我们都知道哪里可以 吃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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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天 可以脱口罩 可以超过四个人聚集 坦白说 大家心知肚明 不不不 即是你又说 是 你在说两个level 我自己的词 即是有人去批法 即是严证执法 你执法究竟有多严 你当然是有效的控制 所以都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 即是你仍然是执法的人 如果我立了一条法律 你是零执法的 那你当然是完全没用 但可能是有限度执法 所以是一个统计学 或者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我们是想埋向对抗第四波 即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希望这样说 好吗 我们希望是用一个 我们承受得到的成本 去做出在成本之下的最有效防疫 即是这是一个cost efficiency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提出 如果他提出这样的话 你便要是一个适合的口罩 可以吗 即是正如你所说的 怎样的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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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印度你也不需要了这些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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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 separately 根本就不应该来,因为是逆区,或者是很强烈的 因为现在不是逆区的,所以是很强烈的 所以我现在回到袁郭勇那里 口罩如果是什么,我们就要一些有效的口罩 如果那个口罩,当然是不能防止全部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和你讲了很多次 现在在香港,在阻碍香港的经济复苏 就是健康码问题,只有两地通关 我们的经济就有望有些气息,先多一些交流 因为两地也有很多交流 你又看到广东省似乎很介意香港 还有一个感染,或者有很多压力输入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守紧一点? 应该要守紧一点,是很简单 但是因为我们回到袁郭勇那里,为什么呢? 因为不用去到袁郭勇那里 就是我认为口罩是解决不了口罩问题 因为口罩问题之前是讲过的 好,我们来讲口罩了 有个报道说,现在香港有200多家口罩厂 在外面的口罩里面是接近五千万个 预计半数的口罩厂将三个月之内结业 其实看到的,在街上 你会发现很多香港製造的口罩都淋在 药房,到处的地方卖 以前是卖180元一盒 现在卖到一百二元两盒 你见价格是不断下跌的 但货是很多的,到处都有的 这个状况,我们应该在最初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刚刚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当时还有分担 接完这些人才有疫情的时候 如何开放 开放了一次 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变得更简单 问题是这样 在当初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接近唯一或很少数人 是很反对做口罩蠢的 当时我已经说是恶狗 但当时有很多蠢人继续在做 那政府是自作的? 不只是本土经济,本港经济,黄色经济 政府的自作不同 政府的自作是自作自己自己人 现在是从商业政策来说 从商业政策和商业政策来说 从商业政策来说 做口罩都是恶狗的 因为有很多理由 因为口罩是很低的 如果你要去抵制中国 基本上你的原料 都是来自中国的 那些都是来自中国的 本身是很恶狗的 但本身这些恶狗的事情 我们一早提出来 但当时在火红火录的时候 没有人敢听 他做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出来 我们已经说做口罩是恶狗 对不对 但问题是没有人听 我说大家不需要做口罩 那些东西本身是什么 因为它是自然的 因为太容易科技 你不像做芯片 你可能要很久才能做 而口罩究竟有没有你能够做 究竟是什么 第一,你不是太贵了 钱买回来 第二就是你 你可以采购回来 第二就是你 到最后你仍然是 究竟是否sufficient 你是取决于 你有这么多原材料 而原材料是够的时候 你便不用担心 原材料不够的时候 你做也没有用 因为你自己不是做原材料 你自己是做生产 生产是没有用的 明白吗? 你生产是随时可以 大陆生产 几千万国 你是完全没有用的 因为你的生产程序是很简单 你只是取决于 究竟有没有太多原材料 去supply 我想中间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最初是政府大力推广 或者给一些津贴的人 做一个口罩厂 但后来政府也推出了同心口罩 即是说 布口罩从世都可以做 我现在看到市面上 包括我自己 我都用了布口罩 因为政府推广 因为他说布口罩可以做 而且可以不断洗 不断循环 布口罩当然是不行 布口罩当然是不行 布口罩也是统计学的问题 就是统计学的问题 不知N95比较好些 但问题的时候 你会很辛苦 和成本很高 所以你也没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你记住 这些统计学问题 即是你有没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每个人都用N95 有些人都用N99 那些问题就是 是没有需要的 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7-8成 你不可以防御9 不需要防御90多 那不是政府推广的吗 是的 所以这个不是民间推广的 是的 所以整件事 根本由头到尾 做口罩 就是恶狗的 但是说来说去 我们说来说去 因为当时我们只有2,000多人看 现在也很少人看 那些人就说 那些人就说 不是的 他说我不是没有 他说 为什么我们那些 网络的丰富度那么差 他说 我有分享的 帮我分享 别人都不看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不看的话 其实是涉管的 正如我忘记说 今天很重要 什么意思 威水版 就是我在我的收费网站 星期四那一天 因为我实仓 星期四那天 我实仓投资了一只股票 新加了一只股票 第二天 就升了27日 哇 你会介绍你 我也是 因为我最初的时候 我又不想公布实仓 但我又不想特别说实仓 但不想特别 我又不说买多少 但我会加减 加减 加减 其实我很少 因为我很少买股票 我实际上 我平时也很少 我这个实仓 有史以来 就是成立了二来只股票 加了两只三只股票 一只股票 一只股票没有升跌 另一只股票是27% 另一只股票没有升跌 另一只股票没有升跌 那股票是长线 我看好 但股票就立即股票升了27%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样说 我的收费网站 虽然有人说 为什么 是什么 虽然是 收200元个月 你一只股票也会翻身 一只股票也会翻身 一只股票也会翻身 一只股票不同 因为股票不是收费网站 所以股票更好 那股票也会翻身 你直接不用想 收费网站 这个问题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因为刚刚说了 那股票也会乘机做一些宣传 那我们来讲讲 南岸疫苗的问题 30多个人 有36个人 当然官方也不承认 因为打疫苗 随便看到 但政府对于注射疫苗 我评明 就是继续叫人注射 留感疫苗 当然是留感疫苗 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 就是 不是全部 怎么说 不是全部南韩製造 有些也是法国的製造 法国的药厂製造 南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奇怪 我看不到数据 他说有26个人 36 他说多少人重36 当然是很多 是数以百万 但是问题是 这个比率也是很高 流感疫苗 不是新型观众 流感疫苗 我就奇怪 为什么南韩政府不停止 如果数以百万计死36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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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严重 因为17岁 最新有个案是17岁 接种犯感疫苗 然后出现强烈反应死了 这就是医学的数据问题 我不知道究竟 我看文章 又违反了数据 若然这36个真的接种 流感疫苗 又违反了数据 违反了数据 这肯定是违反了数据 就是外资疫苗 就是流感疫苗 流感也未必会死 流感很大程度上不死 就是17岁 你说生流感 但是你为什么会怕 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发症 最惨的就是流感疫苗 你那个疫苗不同 以前是天花疫苗 天花疫苗 因为天花死的机会很大 所以你打天花疫苗 就算是很大的副作用 我也知道 我相信天花疫苗 我相信天花疫苗 初初出的时候 副作用是很大的 对 因为疫苗本身 你知道疫苗的原理 疫苗本身是中毒病毒 就是中毒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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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你身有了抵抗力 所以疫苗本身 这个原理是很危险的东西 南韩那里跟进一下 我也不太明白 可能可以多看一些新闻 因为 其实香港华文 对韩国的新闻 是比较难接触的 反而因为 你对美国的新闻 外国的新闻 即所谓的欧洲新闻 你都可以看回他们的网站 但韩文是不懂的 所以一定要靠翻译 现在已经多了很多人 认识韩文 现在已经多了很多人 认识韩文 这十年之间 已经多了很多人 认识韩文 但是看完整篇文章 就是难的 那些人看韩剧 不是 说几句 当然可以 不是 不是说几句的问题 我可以这么说 不要 你不要说几句 你不要用那个程度去看 现在很多人看韩剧 那些人不是说几句 那些人真的学韩文 认识韩文的人 是多了很多的 但问题就是 我只是说 认识韩文的人 是不看韩国新闻 那些 不是说 现在很多人的韩文 都很好 因为我有朋友读韩文 韩国的文字和日本是一模一样 很麻烦 又是一堆东西 一堆东西 你一定要不断地阅读 才知道他说 这样说 也不是 你这个朋友 只是学韩文 因为他不是一个语言学家 你如果单凭一个人 即是说 你如果只认识一个女人 你不知道女人是怎样的 我这样说 是所有文字 你都是这样 不是一种文字 所以他说这句话 第一句已经是错 我说另一句 现在 你在互联网 你会发觉有些人 有些欧洲的趋向 例如欧洲的大小 他会将这些文化 例如日本也有很多 例如介绍日本的文化 但你觉得韩国很少 除了明星 所以我还没说完 你暂乱了歌病 我说第一 你个朋友说的是错 因为学所有文字 你不是经常看 你一定学不懂 这是学文字的问题 所以他只学了韩文 就没有学过其他语言 我认为我学过 所以我没有学过韩文 我学过韩文 但我学每一种失败 但我会知道原理在哪里 学每一种语言 都因为你常用 我当年学法文 学来去学不到 就是因为你没有机会用法文 而学日文 比较容易成功 因为你多一些日剧 日本语言 所以你多一些机会使用 而韩文 因为大家很迷韩 韩剧 韩声 所以现在多了很多人学 你不要还以为 别人认识韩文 可以吗 是多了很多人认识韩文 但是我都说了 当年售读中文大学的时候 通常我们有四种语言学 当时有七八种 现在有很多种 就是德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是没有读的 所以他们很想读的 多数很 practical的人 就读日文 很浪漫的人 就读法文 很学术的人 就读德文 对于学术的研究 就是成绩好的人 就读德文 因为他们对于德国 通常理学术比较好 所以读韩文 那班人 读韩文 和当年读日文的人 是比较想学流行文化 所以他们不会看日文 但是最初的论述是说 现在很想学习韩文 现在是多了很多 但是只不过 读德文不是不懂韩文的问题 而是对于韩文的人 大家从来不会关心韩国政治 这个问题 当然 如果你去关心韩国政治 如果是什么 其实你看大陆网站 会有很多 有 你会看大陆网站 你会清楚很多 因为山东省 青岛和韩国 都很接近 所以他们有一堆 那些人 直接是韩文 日文一声 那些一定 那些 那个状况 是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说 韩国 我们回到韩国 那个 流感 流感 流感的问题 就是 你打流感病毒 死了很不顺 你看新冠疫苗 死了也比较顺 对 你打流感疫苗死了 就是 这些问题是 你永远都是 超级的问题 你所得的很少 你觉得 如果那些人不是 包括新冠 包括什么 如果新冠疫苗 有十万分之一 中复的 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 如果流感疫苗 就很难 就是这个状况 这个问题是出现的 好了 香港的 陈兆思也说 现在很多人 接受流感疫苗 香港还未有病发症出现 现在 希望下个月 有十万西新的疫苗 也说明 也没有韩国製的疫苗 也没有韩国说 有法国药厂 流感疫苗 也不会问香港 那边有什么疫苗出事 陈兆思也立刻 有家法国药厂 可能两边都要订 我们现在都不订 我说错了 我发现了十万人 接受 不是十万人死 我先说数据 假设香港有七百五十万人 接受 流感疫苗 不是 新冠疫苗 就是流感疫苗 现在说流感疫苗 是绝对不值 你可以接受 有多少个人 有多少百分之的人 假设全部接受 对香港只是以后面 为了以后面疫苗 你愿意付出多少个人 有副作用 以及愿意付出多少个人死 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觉得呢 我这就是一个数据 你做admini就是一个重架问题 只可能你会觉得 有二三十个人 或者一百人以来 有一两个人死 是换取这件事 现在有七百五十万人 是的 即是有三十个人 接受也有三十个人 还有十个人以来死 十个人以来 不是 我现在讲一讲 假设 假设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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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有香港免疫的话 我们要付出代价 所以我解释 你做policy的代价 你可能是一两百个人 一两百个人 或者一三百个人 以内有副作用 是 有十个人以下死 是 可以接受吗 我不是讲这个问题 我不是讲这个问题 这是到时的问题 这是到时的问题 不是到时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 假设性问题 假设性问题 是令到你的思维 你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做抉择 当局 如果当局 是用人词 你便没有想到 当局是要 如果是教育 你对于学生 和人性 而不是看数字 你便没有办法做 你的意思是 若然我是特首 是吗 没错 若然你是特首 你的意思是 若然我是特首 若然我真的要这样去做 那又怎样 那我就把你这些专家来搞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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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说出来 你不要相信 那是一个 永远是一个 决策 是一个牺牲问题 那不是专家决定的问题 专家之人 只能决定到你的数字 而你真正 如果专家告诉你 如果我现在这样打 会有几个人死 会有几个人死 会有几个人 会有几个人的副作用 你做不做这件事 那是政治决定 所有这些不是专家决定 所以这些思维是错的 最后是政治决定 专家之人告诉你数据 你的社会能够接受多少 或者跟社会讲 会死多少人 但是你就可以全部建议 你记住 所有政治决策 就是这样的理由 就是这样的 政治决策 不是由专家决定 而是由政治决定 你的社会决定 你的社会决定 你的社会可以接受多少人 你可否接受这个牺牲 你每一样做出来的 你都是牺牲的 每一样 即是我们拆了交易公园 起楼是牺牲的 你现在就是cost efficiency 你整个大局的问题 我不会打一个疫苗 是完全没有牺牲的 然后我可能只有好处 没有吃虧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所以你做政治决定 你特首不要叫专家来 你没用的 你特首就要做一个政治决定 我做这个事情 假设所有专家的意见 如果专家有意见 如果结果那些就是专家错了 提供数据错就是专家错了 但是所有这些是政治决定 我没有用的 我明白 你原谓用 那全民可以免疫 我当然要考虑 不是 全民可以免疫 我会付出多少代价 现在的问题 全民免疫 不用代价 我当然考虑 现在你会付出代价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来到这一刻 那香港也是死了几十个人 那大问题 要死了几十万个人 那起码不能超过一个数字 那就是少了 你少过这个数字就值得了 是的 起码要少一半 因为死的人数 是少过现在死了已死的人 就值得了 是某个百分率 或者一半 因为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对 你先知道 是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以后数字计 就是如果疫苗的数字 是死得少过已死的人数 是的 那就值得了 很简单 那没理由多过死的人 那很尴尬 可能多过 不是 我这么说 因为是要计potential 潜在死的人数 现在可能死了 假设南韩可能死了一千人 你可能潜在死了五千人 我就省了多少 那你就算了 没错 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你美国22万人 那大把水位 没错 没错 那我们继续 今天的本地团也放宽 就可以有些本地游 但是要参加本地游的时候 首先要有个阴性的证明 三十人为一团 邱腾华说 希望旅行社 你不要转空子偷鸡 又说要做足防疫措施 例如三十个人 不去多 车人不去一半 全部要戴口罩 去到吃饭的时候 都要守个限聚令 四个人一族组 今天也有些团是出发的 刚才收音机也访问了一些旅行社 也有两三个团出发 但是当然现在就不踊跃了 希望市民回复出去玩的信心 OK 参加本地游旅行团 从来都不吸引 他现在说本地游旅行团 就已经是一个 堵住了大家 就是说 我有做事的 你如果希望本地游旅行团 能够帮助 那你现在没有地方出去 可能是本地游旅行团 好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大的地方 日本啊 韩国啊 那些 本地游旅行团 但是问题就是 香港真的太小了 很难搞 所以你始终没有个重心 就很难搞的 但是呢 第二点就是说 大家不要转空子 是吧 周童华说 不要转空子 就是不要偷雞 好 就是偷雞就可以了 不要转空子 不是偷雞就可以了 不要转空子 一国两制 OK 包括一百偷雞 不用说了 OK 你应该说 我们会密切监察的 你们不要转空子 你一定要有个恐嚇才行 當然 你说你不要转空子 你越来越转 越转 是吧 是 我们去把务警察都拼走 那你才会害怕 那你去 那你去 我们要加强巡查 是啊 不错 转什么转空子 百分之百转空子 你叫我说 我都转空子 我最喜欢转空子 是 你说我说的 我就是一个矛盾 矛盾华 矛盾 是 另一宗新闻 港大就委任了两位新副校长 现在港大有六位副校长 其中一个就 将会离职了 所以就委任了两位新副校长 两位副校长 还有内地都是清华大学的背景 当然他们在清华大学有教席 两位不弱儿童都在伯克雷 和伯克雷有教席 伯克雷 是伯克雷 伯克雷 伯克雷 有个问题 其中有一个 张未伟任副校长在清华大学的网页 一度显示他有学系党委的资料 但是当传媒查询就回到网页拆了 很奇怪 那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香港要党委 不是 党委就是党委 你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又不是明文规定 共产党党党委 不能来香港做香港大学副校长 对吗 你完全同意 不是来党委就来 现在要整顿香港大学 最后就是我摆明是党委的 你是吹吗 我摆明是党委的 我当身份 我也是伯克雷大学的客座教授 我也是清华教授 我也是党委 我来香港大学做副校长 有什么问题 合理就可以了 没有人不给 你说香港大学写得明 中国共产党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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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電台《蘋果日報》出來訪問 我都說明我是黨委 我是那個系的黨委 我現在是學系的黨委 不是 又不是青華 第一 還有就是 我現在不是香港的黨委 雖然實際上是 但我擺明是這樣 今時今日你還做到這麼鬼祟 就真的不好 現在國安法都立了 你還需要做這件事 你出來抗議 我就要擺明是黨委 亦都要令香港人明白 現在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共產黨執政 很簡單 這些是名正言順 我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我還做了黨部 香港語是不是 你不要做 我是共產黨員 我不是大間大學的人 共產黨是好人 為國為民 做什麼事 我現在一定會貪污 神經病 現在不是貪污問題 普遍斯文 不是 做香港大學 大家不是擔心貪污問題 做香港大學的副校長 大家不是擔心問題 你怕我做副校長 整頓你意識形態 我就要來整頓 因為你錯了 沒有一個 完全同意 不需要鬼說 是認真的 若然你是光明正大 若然你覺得自己做的事是對的 是符合正義 符合得可以 就做 沒有問題 我永遠都會覺得這樣 身份不是問題 好 身份是問題 但這個身份不是問題 有些身份說 你是IS做 當然是問題 我是敘利亞國籍的 沒錯 好 今天星期六的新聞 專題時間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like share comment我們的頻道 和阿州電視的收費網站 拜拜 因為萬一贏錢 萬一贏錢 大家記住 拜拜